好了,回來了 有些網友繼續討論男女問題 我就免得說了 現在的消息就是比較舊一些 但也要說 美國批准了一款全世界最貴的藥物 這宗消息其實是一個多星期前的事 本來我想說的,但一直都沒有時間說 這款藥物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可以賣到350萬美金一劑 究竟是醫什麼? 你想想吃藥物三百多萬一劑 其實一般人買不買得起呢? 當然一般人當然買不起這款藥物 這款藥物的名字叫做 Hemigenics Hemigenics 這個就是Hemophilia 即是血有病 即是血有病B型 然後打一次 即是靜脈 它是一個基因治療 打了下去之後就會痊癒 那個人就會痊癒 其實是一次的 其實就是 這款藥物是由CSL Bairling 這間公司出的 CSL其實就是澳洲的 Common Wealth Serum Laboratory 澳洲的公司 跟另一間德國的公司 Bairling合併了 這款藥物挺厲害的 這個Hemigenics 打一次之後 血有病的人 一年內 預期出血事件的數量 就減少了54% 那麼 94% 患者 就不用再打那些 就是死的病 這款藥物是很貴的 但是 他們覺得 有可能 這款藥物也會很成功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 你買得到的Factor IX 都是很貴的 還有就是 血有病的人 經常都怕會流很多血 這個基因治療的藥物 350萬美元一劑 都會有人打的 他們預計是 有些人 估計 這個Hemigenics 的合理價格 應該是293萬美元 不是293元 是293萬美元 至296萬美元之間 現在 這款藥物厲害在什麼呢 就是 這是一次性奇蹟療法的 時代可能 來想 就是一打一劑 幾百萬美元的東西 你就可以 治好你的長期疾病 這些是基因療法的 Hemigenics是怎麼做的呢 傳統的血有病治療 就是在你的血有病那些病友 打的那個 就是身體沒有的蛋白質 那個沒有的蛋白質 就叫做型血因子 有這樣的蛋白質 才會治到血的 其實就 那麼 Hemigenics 它的原理是怎樣的呢 它就將 生產 或者產生這個 血失血型因子的基因 就打到肝 那裏 就在肝 那裏 自己生出的 iX蛋白質 出來 那這個基因療法 就 很厲害 看起來 最初研發出來 其實就不是什麼 澳洲公司 其實就是在美國 在麻省那裏 那裏 它家公司 就叫做 Unicur DV 它這裏 那裏 將那個 專利權 售署了給 CSL Burling 那那裏 其實美國和歐洲 有幾多人有 這些B型血有病呢 其實就大概萬六人 不是很多人有這個病 血有病A型其實就比較多一些 血有病A型就大概是血有病B型的人的五倍左右 現在這些這麼把炮的藥究竟會不會越來越多 或者會越來越貴呢 其實看起來是會的 這些好像是罕有病的人會用到的藥 那一般人是否拿得起350萬美金出來 是拿不到的 這些其實到最後在外國的情況是怎樣呢 其實根本就是政府拿錢出來 那所有政府是不是都拿到錢出來買這些藥 那不是 這個就是有錢和窮的分別 有些地方如果是富有一點的 那這些罕有病的罕有藥物 那其實是負擔得起的 那些有錢的地方 那些窮的地方其實老實實 就是你有這些新藥都是沒有用的 那 那 Condy Chan就說 超級富豪一定有能力給錢 那是 這個是真的 那 那小龐蟹文這隻有多少錢 是350萬美金 那 那 拖得車 印度遲早會有便宜的藥物 其實可能性很低 那 印度的水平 就是你在化學上 就是 複製一樣東西 它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 如果要用這些基因 改基因的方法去做 我想引度的技術還未到 其實就是 那 Camp St. Lo就說 香港農夫斯均有救 那為什麼說 香港農夫斯均有救 它是不是有 血有病的呢 我不知道 它是有地中海貧血 好像是沒有關係的 哈哈 哈哈 它就是地中海貧血 它不是 這個好像不是 血有病 B型 哈哈 哈哈 那 Camp St. Lo說 基因改造藥 這個是基因改造藥 是很厲害的 那 C Jojo問 冥通行不行 冥通一張都幾千萬 哈哈 哈哈 是不同的 那 那 Nambo Wong就說 有套西片講長生不老 是很痛苦 看著身邊親人 一個一個這樣走 那 我沒有不知道 這個 地中海貧血 和這個 血有病B型 就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我理解 我理解 沒有什麼關係 那 青山桃花麻醉園就說 印度有快死藥 那 如果你說印度 它 複製別人的東西 行不行 其實 有些很簡單的 我覺得是可以的 就是簡單的藥 它們是複製得到的 那些 難搞的這些 基因 它們做不到的 其實就 那 Moon Lang就說 有總傳銷牌子 科研了一億 研究了基因的健康產品 有錢可以生存到200歲 這個當然 我也說回 這個暫時當然是不可能 Zone D就說 所以要推行全面開放藥物明拆草案 這個是劇情 好像是白色強人II的劇情 全面開放 其實是很難的 因為 醫管局 現在都要計算幾件事 要安全性、療效和成本三大原則 那它再評審 即是藥物明拆草案 即是藥物明拆草案 這個全面開放藥物明拆草案 其實是 好像是 劇集而已 其實就是 劇集內容而已 就是 而不是 現在的政客在這裡做的事情 即是香港 香港會不會有政客做這些事情 其實 老實說 我就覺得 暫時不會有人去搞這些 不會有人去搞這些 那麼 Lambo Wong就說 從來最長壽的人 都不是有錢人 這樣說 即是 有錢人如果他又可以 管好自己很多事情 即是管理好自己的身體 那他可以很長壽 但是 有錢人很多事情就生癢 那就不一定可以管到 真的 真話就是 那麼 下一步不是掛 就是排第二季的藥 是200萬美金每一劑 這隻新藥貴很多 但是這隻新藥有效很多 好像是 好像是有效很多 所以 他現在就可以賣350萬美金一劑 其實就 Angeline Mac 說 我有地中海貧血 但是跟平常人 沒有什麼不同 生活如常 其實 有病 可以治療就可以了 好 好了 講到這裏 其實都差不多了 就是這隻350萬的藥 那 Maba 說得對 我也認為是 那 研發都是要有錢的 沒有錢就沒有新藥 所以 到最後你還是要 想辦法 是賺錢去 就是 做這個研發的 就是 如果是 說 研發了 要免費工藥出來 我老實說 這個世界是沒有那麼好處的 就是 那些藥廠 是不是可以做善事 不賺錢呢 其實也沒有什麼可能 就是 真相就是 就是 有很多東西都是要靠錢去推動 這個世界 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世界 暫時都是一個金錢世界 就是 錢 控制到 很多東西 那 他們 為什麼會 去推這隻藥 其實 我認為也是 因為 發展中國家 這個 我們也要說回真話 發展中國家 有血有病的人 其實 就沒有 以發展中國家 有血有病的人 那麼多 我的理解是 結果 做了很多藥出來 就很貴 就是救那些 發達國家的人 那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有些是很無奈的 錢永遠都是流向錢的 這個就是現實的真相 雖然我也算是一個有理想的人 但是 現實的真相就是 你沒有錢就什麼都不行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有錢的人 通常都是會越來越有錢的 還有他們賺錢是容易過你一般人很多的 其實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現實的問題 說到這裏就算了 休息一會 我們回來 再講講其他話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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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